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乐视角 那么今天呢 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 关于国务院办公室的主任石刚 被免职的这样一个新闻 以及背后的他的逻辑 那么根据第一财经的相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石刚 10月25日被免职 现年63岁的石刚 也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主任 大家要知道 这个职位实际上对李克强来讲 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职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但凡在国企里工作过的 我们的友友 包括网民 他们都应该清楚 办公室主任是什么样的角色 就类似于栗战书对于习近平 原来的栗战书啊 他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也相当于现在的丁薛祥对习近平 相当于当初的令计划 对胡锦涛 相当于杨尚昆对毛泽东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职位对于李克强 几乎就是左膀右臂 所有的办公室主任 一般在公司里 在企业里 也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 往往都是由他的亲戚 朋友 同学来担任 很少去外请 这也是我经历过的 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 我看到的一般的用人的 老板用人的基本的一个 他的逻辑 一个他的习惯 这里边没有好坏之分 因为这个角色太重要了 他掌管着老板最核心的 这些机密 而且同时各方面的政府关系 也需要这个办公室主任 他去协调 他承上其下 虽然可能职位并不是非常之高 但是他基本上可以左右 这个领导人他的一些政策 甚至于 那么官方新华社 报道了国务院上述的 人事的任免消息 那么第一财经日报 引述知情人士说 石刚为安徽同城人 先后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的 工学学士学位 和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 工学硕士学位 那么1986年 石刚开始在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工作 主要从事经济预测与分析 也就是刚刚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这点上大家也要注意 因为本身 李克强也是安徽人 那么安徽是团派的非常重要的基地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种 所谓的老乡 这种概念 为什么过去所谓有这种怀军 所谓有乡军的这种说法 有曾国藩的嫡系 有所谓李鸿章的这种嫡系 就是你自己的这种同乡 他本身的沟通成本是非常低的 因为他的整个的习惯 风俗都非常的接近 特别是语言上的这种接近 使他们的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 那么从这点上也再次证明了 石刚的确是属于李克强的嫡系 那么石刚在1997年的3月 调任了原来的国家纪委 国民经济综合司工作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的政策研究 经济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 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等 上述人士还称 石刚处事谨慎务实 早年就被选为年轻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 2006年6月 国家发改委召开处级以上的干部大会 时任综合司副司长的石刚 正式升任了司长 其实这是个非常高的制度 别看他只有司局级的这种待遇 但是发改委他掌握的权力和原来的这个纪委 经贸委 这个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 包括提改委原来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在担任这项职务长达7年的时间里 在13年转任国务院研究室的副主任 后来不久出任了总理办公室的主任 18年1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那么这些信息虽然只是片段的信息 因为对于司局级的干部 中共来讲在官方 他其实报道的会相对比较少 他能够透露出来的信息也并不多 但是从这些个零散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知道 那么石刚的确是属于李克强的这种敌系部队 那么非常遗憾的是 在发生大面积的电荒 这样的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后 那么习近平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 把这样的一个锅让李克强去背 让国务院去背 而且通过免去石刚的这样的职务 削弱了李克强的左膀右臂 那么让所有的中国的老百姓 特别是深受电荒之苦的这样的老百姓 能够把这种怨气宣泄到国务院 宣泄到李克强身上 这样他就可以顺利的在这件事情上脱身 免责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 他是习一尊 他是兼任了无数的所谓的改革 包括体制改革 深化体制改革 包括这个中央财经委 无数个小组的这样的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是第一责任人 他本身来讲已经完全打破了 原来国务院所管辖的这些个部委 他应该发挥的这些职能 就拿发改委来说 实际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次电荒的最重要的责任人 就是发改委的何立峰 他根本就无视整个市场的经济的规律 他仅仅是因为在福建的时候 跟随习近平 深受习近平的赏识 所以一路的攀升到这样一个职位 我自己在发改委的朋友 其实对何立峰的评价 口碑也是非常的之差 这也不是我一个朋友的这种评价 很多人对何立峰都非常的反感 就是因为他真的并不非常的了解业务 他这样的一个指挥 把整个的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 好容易刚刚想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 这样的一个轨迹 又重新在他上任以后被打乱了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基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是因为习近平的瞎指挥 我很早就讲过 中国现在 他经过了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的演化 这种中央集权 他有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的管控的一套体制 一套体系 就是这种部委的制度 他实际上 他是有效的可以达到管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在国民党时期 其实也是一样的 甚至于在民国的时候 也是这样操作的 但是呢 由于习近平他是一个像毛泽东一样的彻头彻尾的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 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所期待的就是打破所有的现在的旧有的这种官僚体制 而重新建立一套机制 就像当初毛泽东他在建国之后 他曾经就想过打破所有的这样的一套制度 这种直接向自己的干部进行供给 你缺粮食 我就直接给你剥粮食 你缺肉 我就给你剥肉 那么统一的管理 不要给公司 所以后来所谓的这个13级的这种说法 国家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 13级的公司的等级制度 也是一种妥协的这种说法 本来按照他的理想就根本不给这些个所谓的共产党的官员发工资 直接就是配给 您想一想一个完全对整个的经济运行没有概念 没有管理过国家 甚至于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的一个农民 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去贬斥农民的意思 刘邦当时他也是苦出身 包括朱元璋的出身还不如毛泽东 但是他们最终都能够有效的管理国家 当然有的管得好 有的管得不好 所以就是这种出身的人 他都有一个非常要命的一个 就是基因里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总想去改变一套东西 那这种改变又不是基于到一种 他的自己的文化的积淀 或者过自己长时间的这种经验的积累 或者一种成熟的认知都没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 毛泽东迟迟在面对可以直接拿下上海的时候 迟迟不愿意攻下上海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非常的清楚 他没有能力管理上海 那么斯大林也曾经问他 为什么不赶快的拿下上海 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如果我拿下了上海 这几百万人吃饭问题 我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怎么管理上海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经验 就像当时拿下长春以后 那么林彪高岗都赶快的向苏联 要求苏联派专家 派500个专家来 因为对于怎么管理银行 怎么管理企业 他们完全的没有概念 甚至连发工资都不知道 打天下是一回事 做天下又是另外的一回事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 就是没有行政经验 而且又是理想主义者 其实对现实的破坏一定是巨大的 就像习近平一样 他对中国整个的经济社会 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 他一会儿要求经济的发展 保障民生 一会儿又要强调 所谓的绿色低碳 那么绿色低碳和经济发展当中 他必然他会产生巨大的利益上的 这种矛盾和冲突 而面对这种利益和冲突的时候 他又没有任何的有效的解决的办法 换句话说 你这两个两件事情 它是完全对立的 那么西方 他是经历了上百年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经验的积累 他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而中国又不要去学习 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 那么当时就是考虑到发展的问题 不考虑环境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最后当你的经济发展以后 又发现这种环境破坏的代价太大 将来可能够难以修复 甚至于是不可逆的 于是翻过头来 又考虑着怎么样去补偿环境 那么现在 现在就 习近平就提出了所谓的低碳的这种目标 和美国达成了一种所谓的共识 那么于是要求全国要完成减碳的目标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下 政府官员又要保证地方的财政经济 保证公务员发工资 保证GDP的增长 同时要完成低碳的目标 这对任何的一个政府官员来说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发改委也是朝令夕改 按照他自己的想象 去指挥所谓的煤价 指挥所谓的电价 那么造成了9月份 中国大面积的这种停电 而本身 何立峰直接是向习近平汇报的 按道理来说 按照整个的组织架构来说 那么何立峰正常的归属 他是隶属于国务院 应该向李克强汇报的 但是由于习近平是非常多的 所谓的改革的小组的一把手 那么这些个部委的领导 向习近平直接汇报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务院的角色就变得非常的尴尬 因为就像一个太上皇和一个皇帝之间 同时发出指令一样 大家到底听谁的 完全就变成了一种蒙圈的状态 可能有些个游游 可能没有在体制里边待过 他们不了解 认为李克强习近平他们之间的这种沟通 应该是相当的充分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体制不一样 从理论上来讲 习近平他是一个党口的一把手 那么李克强是行政上的一把手 他们之间其实这种沟通的管道 他们除了每个月的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议之外 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 实际上并没有像当初像摩托东和周恩来那样的密切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其实在很多的机关企业里 就像董事长跟总领理之间 其实他们的沟通也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 我就亲眼目睹过 有的总领理和董事长之间 他们可能除了正式的开会 他们相互之间 谁也不会到谁的办公室去 特别是在关系不好的时候 各自都在自己的办公室 有什么问题通过各自的秘书去传达 这所有的人坊间 不管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还是所有的坊间的一些知情的人士 或者说所谓的中南海的下水道的消息 习里之间的这种不和 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清楚的 他们两个人的理念不和 观念不一致 出身背景不一致 特别是当初本来李克强是要接大位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情况下 那么出现电荒的问题 本来最应该追责的 最应该为这件事情买单的是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现在却让李克强去背锅 那么他削弱李克强的权力本身 已经并不重要 因为按照现在的这种事态的发展 种种的迹象表明 如果习近平连任二十大 那么李克强能够继续留任在总理 或者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可能性 都微乎其微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布局 还有剩下一年的时间 其实习近平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特别是前期在河南 在郑州的这种水灾 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的问题上 国务院要去追责 而到现在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责任事故仍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 这也再次的证明 那么国务院在追责的问题上 实际上是和习近平的敌系部队 没有办法去抗衡的 与其说很多人分析 这是习近平在打压李克强 我更愿意相信 实际上这样的一次对石刚的免职 实际上就是在羞辱李克强 把这样的一种矛盾 让他彻底的公开化 这也是过去当时毛泽东 打倒刘少奇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方法 只要这种矛盾公开化了 实际上真正的去拿下刘少奇 也就不会有任何人感到奇怪 所以我想讲的是 习近平他的目标不是要在削弱李克强的权力 李克强也没有什么权力可言了 他已经被削弱的 现在在人民日报上只能登上第四版了 原来总理的所有的出行 所有的这些个言行 基本上都在头版 包括在温家宝的时代 现在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基本上就把李克强排出了第一版 第二版 从第三版 现在有时候改到了第四版 甚至于他很多的行踪 都不是由央视报道 而是由国务院的网站报道 这也看出来 实际上他也没有任何权力削弱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 现在就是要不断的羞辱他 因为团派的势力 毕竟还是受死的骆驼 也比马大 他有巨大的一个基盘在那里 削弱团派的力量 打击李克强 目的就是羞辱他 向外界释放巨大的信号 那么习一尊是不可动摇的 不能撼动的 这其实才是习近平真实的目的 而这样的一些做法 和毛泽东当时的做法 如出一辙 没有任何的差别 从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再次的证明 习近平是何等的小度机场 闻过是非 见弓就抢 见过就推 没有任何的担当 这样的领导人 他不可能带领中国人 实现所谓的中国梦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